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就别多想了 是我自己想帮你的 你学好了 我也高兴了 你对我真好 那拿这么多年的同学了 要换成是你的话 你肯定也会想办法帮我的 对吗 那当然 那要是你遇上麻烦 我连命都可以不要 是吗 是啊 你放心吧 就为你这片心 我要好好学 绝不辜负你 郑光 这段时间你在我舅舅面前 一定要好好表现 千万不要再惹他生气了 不会 他都气成这样了 我再气他 那我也忒不懂事了 在说我还得跟他学手艺呢 我让着他点 没事 那我就放心了 我回去了 我送你了 不用了 让人看到了 又该受罚了 走了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了 有什么感觉 我就感觉北京 是真大呀 是太大了 大的都没边啊 我还感觉北京什么人都有 形形色色 哥 我不会安慰人啊 不过我觉得既然把刀坏都坏了 咱想办法解决不就行了吗 你是谁呀 你体身活你能没办法吗 无所不能提老二啊 我在没来北京以前 我还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可到了北京 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北京人太大 人太大 有些东西 你想摸摸不到 想够够不着 就根本抓不住 你想抓什么呀 我就想抓住这儿 不错 这地方是我最愿意来的 没事的时候 我就愿意从这儿看着远方 说我们事 我总觉得我们建筑工人 特别不一般 你说要是没有我们哪儿来的这些楼呢 没那个楼 哪有那么好看的景啊 所以我就想抓住这些景色 抓住这些楼 我要弄明白 这每一块砖 是怎么垒起来的 每一根钢筋 每一颗钉子 是怎么钉进去的 等我把这些都弄明白了 我就算在北京扎下根本 我就算抓住我要的东西 嗯 你 田组 你手怎么来了 手怎么来了 梅花 你们怎么了 走了 咱们怎么了 雨花 雨花 这倒饭点儿怎么回来了呀 我说你就吃了吃饭吧 这手上了 赶快滚 把东西包一下 呦呦 呦呦 你 怎么那么小心啊你 咋说 行了呀 秀秀 你让人给打了 臭嘴 什么让人打了 这咋弄的呀 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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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人哪 瓦了一辈子瓦刀 今天让瓦刀给伤了 花嫂 我来吧 姐 我跟你们铁铁铁铁都犯臭 手没事吧 师父 你别叫我师父 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 我没你这个徒弟 行嘛 别跟孩子 你闭嘴 贾师父 您消消气 那个 关于瓦刀的事 我们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怎么了 知道错了能让我这断了的瓦刀接手 能让我流出的血流回来吗 贾师父 自当你来了之后 这工地上的事 比达的天赢 老黄 掉下来 腿摔断地藏了 我今儿要伤着手 你带着 大伙儿都没好日子 你太客人了 贾师父 您想多了 我倒不想想多了 这一档子是金一档子事 不能不让我想 我们可是打工地 真要出了点事 我们就毁了一辈子了 我们挣这点钱容易 天天光 你还是走吧 别在这工地 再害大伙儿了 师父 我跟你说了 别再叫我师父了 您是我师父 行了吧 我们这儿啊 养不起您这村大福 贾师父 贾师父 那胡同找你了 手等了这是 没事 没事 别往心里去 怎么办 走不走他说了不算 是胡总把我留下来 大不了 我也找胡总 诸位师父 是这样啊 明天建委的庞主任 要来咱们工地检查 那是相当重要啊 我丑话说到头了 明天要是哪个部门 给我出了娄子 别怪我扣他们工资啊 胡总 昨儿接着通知之后 向国经理就跟我们说了 小师父 你这手怎么了 大伙散散吧 该干什么干什么的 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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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胡总 这有些话 我本不想说 可为了咱们这项目 这话我又不能不说 这铁建国 就是一颗耗子屎 这铁建国 就是一颗耗子屎 这铁建国 就是一颗耗子屎 这坏了这一大锅中 自到他来了之后 这老出事 你提醒了对呀 明儿呢 是个重要任务 千万不能让他 捅出什么乱子吧 你得好好地安抚安抚他 就他 他那脾气 谁安抚得了他呀 我听说他可拜你为师了 你说这师父 要连徒弟都管不住 那您这不是白混了吗 行 我还有个会 拜托了啊 行 那你忙 来 慢点开啊 小交差跑得就是快啊 大叔 你说铁建国 不会跟胡总瞎说吗 我说你这脑子是这样的 这胡总是信我还是信他 对了 达立 胡总你刚才说了 有个事让你去办 行吗 什么事啊 走 走走 我去跟他们说说吧 什么好说的 他铁了心的想开除 我跟他说有什么用啊 出门在外 多多少少要看人脸色 你就不能忍忍吗 我可以忍 那起码他们才讲道理我 真不知道怎么说你 没事 胡总又不是过来了 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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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醒啊 起来了 他 几点了 九点了呢 胡总来了吗 他们早就在工地上 赶紧 赶紧 快 赶紧走 赶紧 走不了啊 你干啥去啊 干吗呀 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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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吗 干什么 阻止你上去告状去 现在什么时候知道吗 大领导来检查工作 容许你去告状啊 就是因为有领导来 才有地儿说理呢 今天领导走之前 你就甭想出这屋了 除非你把哥几个全放到我 让一下 让一下 干 干什么这么多人 来 让一下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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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吗大大 这么多人 干吗呀 没事 没事 给你二哥聊聊天 谁跟你聊天呢 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不会好好说话 不是 钱人国 你没那么明白 你怎么就那么轴呢 不是 贾师傅怎么了 你非要跟他作对 你凭什么呀 就因为你会修个破机器 你很了不起吗 我哥就是了不起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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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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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手了 以后好好说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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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那么多事啊 这活儿你们爱干不干 跟我没半毛钱关系 来 吃饭 来 吃饭 唐主任 不瞒您说呀 别的工地是盼您来检查 我恰恰相反 我是盼您来检查 希望您啊找出一条小毛病 我们可以马上改正 解决小问题 就可以杜绝将来出现大问题 您说对不对 工地很整洁 那个消防设施啊 也比较齐全 我还是那句话 不做厌品 只做精品 我们到那里去看看 好 请 请 你怎么没买点锡的呀 你不天天吃这个吗 我今天想吃点锡的 你给我那点钱 能买这就不错了 我上哪买锡的去啊 我怎么给你那么点钱 我给你多少钱啊 你就买 钱的 干啥 干嘛 你这不有钱吗 你这不有钱的吗 你这不有钱的吗 你就不能给我买点粥 我把这买个笔 我那笔的就这苗子 你赶紧给我整点粥去吧 吃得下去吧这东西 这么难伺候呢 干啥去啊 我吃饭都不行啊 我吃饭都不行啊 救命啊 抓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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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我还给我抓过来 别跑 别跑了 走 庞主任 你看啊 这一片呢 这个外立面呢 马上就要竣工了 这个防火板呢 随之就要安装上去了 是 防火 这些人干嘛呢 走 那 佳师傅 底下什么情况啊 怎么回事啊 快走 没事吧 好你个胡胜利啊 你这安全事故也太大了吧 停工 检查 罚款 唐主任 不是 您听我说呀 说什么说呀 我 我都亲身体验了 同志们 我们这次演习完成得很好 跟我们以前设计的 是一样一样的 演习 天真果 这次升降机的事故演习 你表现得非常好 不过下次你都记住了 一定要更快更准 这明白了没有 什么演习呀 演习我见多了 哪有这么搞的 你误会了 庞主任 这的确是一次 升降机的事故演习 那个 我们主要是 为了两个目的 第一个呢 是为了 防患于未然 我们就是以保证 事故呢 突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采取紧急措施 以保证工人的生命跟财产 另外第二个呢 这想让您体验一下 工人们高空作业的感觉 对吧 这种 这种感觉 因为很刺激的 您平常在办公室做的时候 都体会不到 就是要搞演习 也不能这么搞嘛 要出人命的 对对对 安全工作一定要做好 一定的 来 这边请 这边请 来 来 走 走 走 假的吗 今天怎么回事啊 昨天我跟你说得清清楚楚 让你把工地设施 仔细检查一遍 怎么会出这么大的事啊 胡总 我昨天让大光检查的时候 没发现问题 那怎么会出这事的 亏你还是老员工呢 这么重要的场合 给我掉链子 以前老黄在的时候 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妥的 胡总 我昨天检查的确实 行了 行了 不用再给我解释了 不管你让谁检查的 你是组长 只要出了事情 你要负责 我说你这个组长 是不是不想当了 要不是人铁正国 今天反应快 那临时控制出场面 那真要出了大事情 你负得起责任吗 坐 坐 你也别问我 你也别问我 今儿发重大的脾气 那我还在那升降梯里坐着呢 差点我连命都没有了 老家 我今天发回过 不仅仅是因为领导来检查 更重要的是 安全 是咱们工地最重要的事 你说咱工地百事好人呢 跟着咱们混饭吃 如果连安全都保证不了 咱们还混个什么呀 胡总 我错了 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那好 今天所有新闻人员 扣除半块工资 精神 赞 郑君 你太优秀了 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啊 我要好好奖励你 要不然这么着了 你也不用实习了 从今儿起 你就是我胡升旅公司的正式员工 我要给你涨工资 胡 胡总 老贾 你这个徒弟很好 你要好好待啊 你不开除我 开除啊 谁说开除啊 有我在谁敢开除你啊 是不是老贾 行了 咱们哪 要团结 团结就是力量 团结才能胜利嘛 是不是 是 行了 赶紧收拾一下皮肤肠肤 还有 把那伸脏梯 赶紧给我修好喽 是 那我先给我住家里 好 真够的呢 胡总 好好干啊 我的妈呀 来吧 来吧 行了啊 好好吃 少喝 师傅 今天这事怎么算了 铁城郭那小子今天太嚣张了 江师吧 我们哥几个实在看不下去嗎 铁城郭今天是个大英雄 连胡总都替他说话 谁说什么也没用啊 亏你还收他为徒 教他本事 都白眼了 这老天都当了 有什么办法 你说这升降机 早不坏晚不坏 偏偏这时候坏 这不是咱们倒霉吗 想什么 要不你再想想这 我就不信把铁证国那小子 赶不住工地去 不管怎么说 今天他救个大眼睛 这个行我不能不能够 再说了 这小子他真敢玩命 是条汉子 不过就是办事冲动 干什么呀都不经过大脑 而且跟我犯冲 我咽不下这口气 你咽不下这口气啊 喝酒 咽酒 不过这小子 能再这么折腾下去 咱们这工地啊 安就不了了 哥 我说啊 你啊 今天不仅救了 旁 旁主任是吧 旁主任胡总 真的 你还化解了工地危机 你就是咱工地英雄 真的 我就是赶着了 我本来是想找胡总 跟他聊聊假师傅这事 谁知道还把他们救了 来 算了 见了师傅不要也罢 是我先把他马都弄坏的 他生气也正常 我能理解 这有什么呢呀 他不认你的还不认他呢 在中国有句老话 他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就算我不拿他当亲爹 师傅该认得认 改天啊 我给他赔个礼 让他消完事就完了 你说这终生为父 这马上中秋了 也不知道我爹 也不知道咱家过咋样 说到那个中秋 我们工资快发了吧 那发了工资 都给他寄回去 给他打个电话 咱得吃顿好 好 也正好你生日了 我们庆祝庆祝 啊 剩里面呀 你还拿岁数 来 今天就当过生日了 干杯 来 一码都一码啊 铁正国 你以后能不能 什么事都别往前冲啊 你都不怕伤着自己 我要不往前冲 那就得伤着别人出大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还不是因为你救 他想开除我 我找胡总去拼理他不让 找了一堆人把我堵入里 多亏我冲出去了 我要不去现场 那那那那那那几个人 就得摔死 郑国 你以后能不能 别老跟我舅舅作对啊 你在他面前服服软不行吗 我跟他作对 我疯了 我都给他道过歉了 但是没用 真是的 我舅舅怎么这样 就是 要不我找他去 跟他好好说说 别别别 你就别找他了 他看我不顺眼啊 一多半是因为你 他不愿意咱俩 往一块儿堵凑合 嫌咱俩走得太近 你要再参谎就来 更没好日子过来 对不起啊 那你以后能不能 忍一忍呢 就是不管我舅舅 他说什么 你都不要还口 就忍着 那够行吗 那够行 就忍忍吧 算了 为了我行吗 为了我 忍 为你啊 那行 但 但是你得让我看得点 希望 什么 就 就是希望 老脸 开了公司 往家记点 别乱话 好 王司翊 八百 铁镇国 你补助五百 我知道 等会儿 杜姐 给他补发三个月工资 三个月 您 您之前不是说 他投三个月不算正式员工吗 我怎么说你怎么办不就完了吗 好的 老总 快点 不合适吗 郑国 拿着 拿呀 谢谢胡总 是吧 郑国 好好干啊 我可看好你啊 您放心 有这个 我没有道理不好看 老白 行 胡总 走 贾师傅 看来 你真欣赏这铁镇国 胡总 你可得一碗水端平了 凭什么他铁镇国 适用器就有钱 如果您这样 我们可没法干了 这可是你说的啊 我 行了 别起空了 走 走 你公铁镇 走走走走 什么玩意儿呢 地址跟金额千万别写错 放心吧 闭眼有东西对 哪儿呢 在哪儿呢 前面有一个 小默慢点啊 小默慢点啊 那个小女子 给我那个本子 多少钱 十块 好嘞 慢点啊 喂 您好 请人找谁 嫂子 同啊 我 郑国 咱妈咱妈在家吗 郑国 在在在 你哥和你在一块吗 在在在 我哥在我边上呢 还有高中 你听我说啊 我电话费不多 你赶紧去叫姑父 咱妈咱妈 到电话边来等着 我过一会儿给你打过去 好好好 你等会儿啊 没到一分钟吧 没有 没到 等着 请专工 差不多了吧 energies 差不多了吗 得累都够了 拿 кот 来 来 来 � here 是谁啊 是我 我是你妈 妈 妈 我 郑国 你们好吗 好好好 我跟你说啊 我刚才给那个家里 优了点钱 大概过两天就能到 你记得收啊 你们干活累 要多吃得好的 吃香的啊 你放心吧 我这饭量你放心 你等会儿啊 我哥在旁边 你叫我嫂子接电话 小玲啊 电话 你们好好的啊 小玲啊 我是铁头啊 喂 铁头 这快中秋了 你记得吃月饼啊 乐乐还特意给你留了一块 不用给我们留 我们这里有 话也到了吧 那个家里你多照顾照顾啊 高中要接电话 你赶紧叫下姑父 你等一下啊 姑父 爸 儿子啊 我跟你说啊 在北京啊 再待些日子就行了 这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了 你得赶快回来复读啊 我跟你说啊 这北京啊 跟咱们这儿有点不一样 那屋里边有暖气 外边没有 它屋里就热 外边就凉 所以你这儿出门啊 你这个 行 没事 挂了啊 没事吧 还有十块多呢 没人不说下去啊 咋 干啥呀 咋咋咋诺语 这孩子 那行嘛 小婚再说吧 啊 你俩先回吧 过节我去买点月饼 让医院看个黄室吧 一会回去啊 行 学校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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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走了 把电话给挂了呢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 挂了 挂了吧 这儿孩子挺好知的就行了 就是 这常出电话费挺贵的 是吧 他都没跟孩子说几句 说啥呀 你们都跟他说着 就当他说了嘛 这十五孩子们不回来 咱们就在一起过吧 对 咱们四个在一起过 我来掌勺 你们都歇着 我是看我外甥女儿的面子 很勉强说得做徒弟 就他这个人 茫茫撞撞的 说了多少次都改不了 就他的性格 很难在姑女上立足 现在的年轻人啊 都这样 郑国这小子本性不坏 谁啊 我郑国 郑国 你等一下啊 郑国啊 郑国啊 进来吧 郑国啊 来了 你来还带什么东西啊 互相选取ium 你还 맞nap 阿姨 你把他留在一起来 冲事 你们ran 一块家默 êtes Omar 你还要免了 我知道 我还知道 你为了我的事 跟老贾闹了不愉快 我知道你是为我打抱不平 工地呀 有工地的规矩 我是弹嘴 多喝了点酒 弄得 就算是胡总啊 把我开除了 那也是按规矩办事 行了 中秋节的 您也不用在医院陪着我了 回工地呀 热闹热闹去吧 对不对 我陪您 工地那人多 他们还热闹 行了 行了 你赶紧走吧 你的心意呀 师父心领了 快就回来啊 路上小心啊 出来吧 这臭小子 还想你给我个告状啊 不是告状 他是心里边啊 有疙瘩 我得帮他把这个疙瘩解开 毕竟啊 因我而起的 你 还真是过来看看你 还算有良心 不是白眼狼 舅妈 哎 春妮 哎呦 你来就来了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 怎么 舅舅 你看 我给你买了双新鞋 我有鞋 试试吧 哎呀 人孩子好心 给你买双鞋就试试啊 别摆那臭脸了 你生向外 喝不酒啊 超外轨 舅舅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鞋都已经给你买好了 你必须得穿 还有你最喜欢喝的酒 你不要我都拎走了 我不稀罕 舅舅 舅妈 我这不买的新菜吗 今天中秋节 我想着呀 把这工地上的老乡都叫过来 晚上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好啊 这大家出门在外的 过节就该一起 叫 都叫了 哎 别叫你天天国 舅舅 你还生气啊 我跟他八字不合 首相相克 他一来啊 活准倒霉 你说这大过节的 这都是老乡 不叫多不好啊 就是啊 老蒋 怎么说人家铁针国 也帮了工地 那么大一忙 还救你一命呢 得好好谢谢人家呀 不理他啊 叫 全都叫来 别人来了也欢迎 就说今天晚上在这儿 一起过中秋 好 我说话没人听是吧 我听我舅妈的 行了吧你啊 安你的炉子吧 你怎么走这儿呢 大哥你身体码都好啊 夏夏琦呢 春天姐 春天来了啊 那个晚上啊 到我舅舅家 咱们一起过中秋 是 我们都去啊 都去啊 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有啥硬菜啊 有炖肉 去吗 去去去去 老师有炖肉 我就不吃饭了 那我们就不去了吧 贾师傅脾异不好 别再给我们打头来 郑谷 去 拿过去 去 好不容易待会儿 一块破个街 热闹热闹 去 好 那就是试定了啊 我回去帮我亲妈 准备准备东西 小高正 如果你不来的话 我一定饶不了你 我姓高不姓小 哪儿小 来 祝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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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快乐 我 我先说两句啊 是这样的 我前两天 我看到有卖玉坠的 说是玉的 其实才几块钱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心诚则灵嘛 大家在这个工地上干活 难免会咯咯碰碰的 对吧 心诚则灵嘛 戴上它就会保平安 谢谢 你看我们家春季 走办公室啊 就是不一样 这假的都好什么呀 你不要给我 啥能给你啊 这是春季给我的 一片心意 谢谢 每个人都有份 小高中 高中 幸福 来 好了 帮我那坐下吃吧 好 来 来 来 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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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来 来 杰师傅 我敬你 杰师傅 贾师傅 贾师傅 你看你这个徒弟啊 就跟个死牛脾气似的 不过这性格呢 倒挺像您的 那臭丫头 你怎么跟舅舅说话 舅舅 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 这我的心里啊 他一直都敬着您啊 他又是嘴笨不会说话 郑国 说几句 这瓦刀这事其实 我一直想跟您道个歉 我还是那句话 将来我肯定给您打一把金子 还给您 我受用不了 今天把大家叫来吃饭啊 一是过节 二呢我也是希望能把这心里的节 给过去了 对不对 对对对 舅舅 郑国啊是真心诚意地道歉 你看一直都端着这酒杯 您就接了吧 老贾 人家郑国端了这么长时间了 您就把这酒接了不完了吗 船舅说得对 都是自己人有啥过过去的 喝了这杯酒啥都过去了 贾师傅 冤家一姐不一姐 有什么你姐 这大伙周劝我 看来这杯酒不能不喝了 但是我丑话说先等 咱们都在一个公地一干 在哪儿都有规矩 都守规矩 无话可说 可有人 要敢在老虎嘴上拔毛的话 别说我对他不客气 你小子先别点头 以后办事还是横冲直撞 不经大脑 出风头 别说当时我有你好看的 乐乐呢 睡了 睡了 爸 喝茶 来 这个中秋节 兄弟俩都不在家 我这心里还空漏漏的 老伴 平时他俩在家你挺烦 他们不在家你是不是也挺想他们的 我不是姑娘家 大小虎子就应该在外边闯 得了吧 爸 我今天看你好几回了 让你整个房间来回转 那是想的了 这过节了 也不知道这俩儿子 是没吃上月饼 这天都这么凉了 也不知道他们 填不填衣服 这大的小伙子在外边傻呀 不是老不知热 瞎操心 妈 家里还有好多他们的衣服 要不给他们烧过去吧 对 明天我找一找 该晒的晒 该缝的缝 都给准备出来 行 赶紧的 整个列缩的 一大早我先进 好吧 对 这行 这行 每逢佳节被死清还真是怎么回事啊 来 胳膊朝处站起来啊 舅舅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什么事啊 说 我不想做办公室了 我想唱歌 做办公室多好 唱什么歌啊 我喜欢唱歌 已经把现在的工作给辞了 辞职 唱歌 唱歌